所以你哥哥什么时候失踪的 三天前 三天前 是 三天了 他三天没有联系我了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来找你 你知道他会去哪吗 当时他说要去找他女朋友 就去了他家 可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那你有尝试过联系他女朋友吗 不 我从来不联系他 你不喜欢他女朋友 为什么 他配不上我哥 我哥对他那么好 容容了他七年 他呢 他根本不会照顾我哥 还经常吵架 甚至打架 说真的 我觉得我哥也算是非常完美的男友了 他很贴心 而且也会照顾人 我们家都是他布置的 看我这外套 就是他的 我偷来穿 你跟你哥哥感情很好 要不是因为那个女人 我就是不喜欢他 所以你觉得你哥哥会去哪里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好害怕他会出事啊 那时候我一晚上没有睡 我好害怕他会留下我一个人 我觉得他那天找黑猫是为了和他分手 可那之后就直接失踪了 我觉得他很可疑 你说他指的是黑猫吗 对 三天了 他一点都不着急 他一定有问题 你知道干嘛 要不是因为我哥我才会来找你 你不知道他有什么事了吗 能发现我 我哥失踪了 失踪是什么概念你知不知道 失踪 他跟我哥去野营了 怎么都失踪了呢 你作为他的女朋友 连我哥去哪儿都不知道 你 你现在是在怀疑我了 我跟你讲 那天早上 我还给他做了便当 还给他带了厚衣服 我作为女朋友 已经知道我最大责任了 进到了义务 我哥失踪肯定跟你脱不了关系 他那天晚上的交易就是为了跟你分手吧 都是你 死成乱胆 怎么滚啊 跟我分手 我跟他在一起七年了 我把青春的奉献给了他 还想跟我分手 倒是他在外面乱搞我都忍了 我做错什么了我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是不是因为你不肯分手 所以把我哥 你实话告诉我 我哥失踪了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 你是不是疯了你 居然怀疑我 我都说了我不知他的失踪了 倒是你 点凶皮放 你说什么 而且他天天在外面沾花惹草 不知道跟哪个女人跑了 就真的那个白胡 没约是我朋友 还天天跟他那在一起 无话不说 要我不看 他嫌疑更大 你怎么去找他呀 我不明白乌鸦市装跟我什么关系 我跟他就只是普通朋友 没有必要吃了他的行踪地步吧 所以你不知道他最后的去向吗 不知道啊 听说你跟黑猫是很要好的朋友 你们平时会聊到乌鸦吗 嗯 会啊 黑猫经常跟我包容乌鸦 对他的漠部关心 还有中暑乌鸦的敌意 你对松顺有什么看法 他非常依赖他哥哥 甚至到有点过头的地步 所以 对黑猫的态度是不难理解 黑猫时分依赖乌鸦 也许这就是他不想跟他分手的原因吧 你很了解他们这种关系啊 呃 因为黑猫经常跟我说起的缘故 我乌鸦就是普通朋友 他从来没有跟我都说什么 事实上我们也采访了黑猫 他觉得你跟乌鸦的关系很不一般 没有吧 我跟乌鸦就只是好朋友而已 所以你们只是好朋友 当然 他不是在黑猫家里过夜的吗 他和谁出去 做什么事干我什么事啊 哦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他出去了 呃 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 我根本不知道乌鸦去了哪里 这次采访可以结束了吗 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 我根本不知道乌鸦的行踪 跟我有什么关系 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 我跟乌鸦根本就是 感觉了 我懂得好好做 优优独播剧场 沙古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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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